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和以撒亚书36-37章 本师谈论以色列的历史 也预言神末世公义的审判 本篇诗题 亚撒的诗歌教于灵长用诗弦的乐器 多数学者认为亚撒是一个诗班的名字 本篇诗可分为三段 第一段一到三节 述说神在他百姓中的作为 四篇76篇一到三节 在犹大神为人所认识 在以色列他的名为大 在撒冷有他的藏目 在喜安有他的居所 他在那里折断弓上的火箭 并盾牌刀剑和征战的兵器 犹大和以色列都是指神的百姓 第一节这里讲到说神的百姓认识神 也尊他的名为大 第二节讲神与他的百姓同在 撒冷是耶路撒冷的简称 喜安也是指耶路撒冷 藏目和居所都代表神的同在 当神同在的时候 神的百姓就能见证神的作为 经历神的保守 第三节就讲到神的作为 神折断敌人的征战兵器 让敌人无法伤害神的百姓 是的主啊 我们何等愿意更多地认识你 真知道你 愿你的名在我们中间伟大 愿你时时与我们同在 我们要见证你奇妙的作为 第二段四到九节 讲到神是可畏的 他毁灭恶人并拯救一人 四十六篇四节 你从有野食之三而来 有光滑和荣美 有野食之三是指强暴 欺压努力别人的民主 神猎杀掩埋的敌人 好像猎人刚猎手回来 大有收获 满有光滑和荣美 第五节说 心中勇敢的人都必抢夺 他们睡了长觉 没有一个英雄能措手 心中勇敢的人和英雄 都是指自以为是的敌人 睡了长觉 是指死亡 措手就是指抬手 就是把手举起来 那些所谓的勇士 英雄 在神的光滑和荣美面前 没有一个有还手之力 都在顷刻之间倒下去 第六节 雅各的神啊 你的车子一发 坐车的 骑马的都沉睡了 沉睡也是指死亡 这节经文让人想起 以色列人过红海时候的神迹 神让百姓走干地过红海 却让坐车的 骑马的敌人 都比淹死在红海里 第六节 维都尼是可畏的 你怒气一发 谁能在你面前站得住呢 你从天上使人听判断 神起来施行审判 要救地上一切谦卑的人 那时地就惧怕而寂寞 这里讲到说 唯有神是可畏的 在神审判的怒气中 无人能够站立 唯有神的怜悯 能够拯救地上一切谦卑的人 另外这里讲到 神从天上审判全地 不只是犹大和以色列 而是全地所有的人 连地都因惧怕而静默 当神为他的百姓征战的时候 所有的仇敌都无法与他对抗 不论人再有权势 能力 聪明 都无法拦阻或改变神的旨意 没有人能在神面前站立得主 第三段10到12节 讲到说 人要敬畏神 76章10节 人的愤怒要成全你的荣美 人的愚怒你要禁止 新一本把这一节翻译成 人的愤怒必使你得称赞 人的愚怒必成为你的装饰 人们仇视神和神的百姓 这本身给神提供了行歧视的机会 埃及法老拒绝释放西伯来奴隶 神因此为自己的百姓 行了无比的神迹 法老的怒气 至终使神的民币广传和称赞 恶人的愤怒也只是给神机会 表现他奇妙的作为 使他得到赞美 人对神的敌意 反而给神提供机会 显示他的大能 使人敬畏神 神是可畏的 人人都应该敬畏他 人千万不要向神发怒 发怨气 不要以为你有权向神生气 不要以为神不公亏待了你 而随便向他发怒 人的怒气对他毫无影响 反而显出人的无知 因为当真相大白时 神的智慧得着称赞 发怒的人就无地自容了 如果人不服气 还不断地发怒 那么人的愉怒将会增加神的荣耀 更显出人的无知和愉望来 76章11节 你们许愿 但向耶和华 你们神怀愿 在他世面的人 都当拿贡物献给那可畏的主 第十二节 他要挫折王子的娇气 他向地上的君王显微可畏 神是轻慢不得的 我们向神许了愿 就当偿还 人若向神许愿 神也答应了他的所求 那么就要记得向神怀愿 感谢他 不然就是轻慢神 没有把神放在眼里 属主的人 为此 为此 私人提醒人 神既为人做了许多事 保护了我们 我们应该敬畏他 爱他 甘心拿贡物献给他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 谢谢你是得胜的神 谢谢你是为我们 争战的神 你是可畏的 唯有你配的赞美和尊崇 敌人看起来再怎么厉害 在你面前都站立不住 主啊 你也是永远掌权的主 你会安宁的公义 审判权地 帮助我们更认识你 尊你的名为大 帮助我们在你面前 成为谦卑的人 我们要经历你的保守 我们要见在你的奇妙作为 谢谢主 求你祝福你的教会 祝福你的儿女们 祷告 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